红色的起点 作者 叶永烈 第五部分 响应 12.赵世言加入旅法小组 1920年5月9日 又一艘名叫阿芒贝利号的轮船驶出上海港 前往法国 在码头送行的人群之中 站着又瘦又高的毛泽东 船上复法青年之中 有许多湖南青年 内中有毛泽东的好友肖三 同传的也有四川青年 内中有一位19岁的不大爱笑 言语不多的小伙子 名叫赵世言 赵世言是四川有阳县人 自秦升 好国父 笔名诗英 后来 他还取了个俄文名字 叫阿拉金 那是因为1905年 俄国革命失败后 12位革命者在法庭受审 当赵世言1923年 由法国去莫斯科学习时 同行者正巧12人 于是 这12人各取1905年12位俄国革命者的名字 为自己的俄文名字 赵世言取了阿拉金 作为自己在俄国使用的名字 赵家是多子女家庭 赵世言兄弟姐妹九人 她是老八 她的妹妹 一级老九 比她小一岁 名叫赵君陶 赵君陶便是李鹏之母 13岁之前 赵世言在四川有阳度过童年 在龙潭镇高级小学毕业 她的父亲赵登之 是有阳地主兼工商业主 1914年 赵登之得罪了当地的恶霸 不得不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孩子 迁往北京 到了北京之后 赵世言和四哥赵世坤 一起进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附属中学学习 而姐姐赵世兰 妹妹赵君陶 则进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女中 赵世言上中学时 很喜欢英语课 学会了一口流畅的英语 使她受益肥浅 1918年6月30日 王光琪 曾琪 周泰玄等6人 在北京顺治门外 岳云别墅开会 讨论成立少年中国学会 推选王光琪为主任 并决定邀李大钊列明发起 后来 在1919年7月1日 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回回营陈宅 正式召开成立大会 成为五四时期 中国进步青年的重要团体 赵世言在1917年 结识李大钊 在筹备成立少年中国学会期间 李大钊让赵世言也参加一些活动 这样 赵世言开始走出学校 投身于社会活动 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三天 5月7日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成立学生会 赵世言便当选为干市长 这年7月 赵世言在附中毕业 正式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 不久 赵世言进入吴玉璋 在北京主办的法文专修馆 学习法语 为去法国勤工俭学做准备 他有很好的英语基础 所以学法语进步甚快 出国之后 他还学会了德语 俄语和意大利语 却是一位勤奋而又富有才华的青年 赵世言在1920年4月结束法文专修馆的学习 便与肖三等结伴前往法国 他在路过上海时 看望了陈独秀 跟陈独秀建立了联系 正在筹备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陈独秀 把情况告诉了他 他表示赞同 到了法国之后 他一边在工厂做工 一边研读法文版的资本论和法共中央的机关报人倒报 1921年2月 赵世言通过陈独秀的关系 跟张申辅建立了联系 两个月后 陈公培收到陈独秀的信 去见张申辅 这样 如同张申辅所说 于是我和周恩来 刘青阳 赵世言 陈公培成立了小组 没有正式名称 成立后报告了陈独秀 这个小组 如今被称为 吕法共产主义小组 后来 在1922年 他和周恩来等组织成立了 吕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笔者在1984年11月13日访问了郑超林先生 他亲历吕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 据他回忆 1922年6月18日上午 18个中国青年陆续来到巴黎西北郊外的部落仪森林 举行秘密会议 吕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 21岁的郑超林 当时在法国蒙达尔勤工检学 蒙达尔离巴黎不算太远 坐火车三小时便可到达 蒙达尔有许多中国学生 郑超林和李维汉 尹宽作为蒙达尔的代表 来到了布洛伊森林 在那里 郑超林结识了一个穿黄色大衣的年轻人 周恩来 主持会议的辩识赵世言 他有很好的口才 出席会议的有王若飞 陈延年 陈乔年 刘伯坚 于丽亚 袁庆云 傅中 王林汉 李维汉 萧朴生 萧三 汪泽楷 任卓轩 每人拿了一把铁折椅 在林中空地上围坐成一个圆圈 会议十分热烈 郑超林记的 周恩来主张用少年共产团为名 之所以不同意少年共产党 因为一国不能有两个共产党 但是许多人认为少年共产党有少年两字 即表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 周恩来提出入党要举行宣誓仪式 许多人不知宣誓是什么意思 也引起热烈的讨论 后来 在讨论党章 党纲时 郑超林说 党章 党纲没有分别 何必分成两项来讨论呢 这话一出 好多人笑他没有常识 连党章 党纲都分不清楚 会议选举赵世言为书记 周恩来为宣传委员 李维汉为组织委员 也就在1922年 中国共产党吕欧总支部成立 赵世言任中国共产党法国组书记 这年 赵世言甚至加入了法国共产党 诗仁肖三在1960年曾回忆了其中的详细经过 1922年 90月间 世言 若飞 延年 乔年和我五个人 由阮爱国同志 及胡志明同志 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 胡志明同志当时是法国共产党的重要成员之一 在法国共产党的成立当中 他也起了作用 我们是怎样认识的呢 当时法国党经常组织工人 市民在巴黎示威游行 我们也去参加 在示威游行中碰到一个越南人 看来像一个广东人相互间便打招呼 当时他的中国话说的是广东话 我们不懂 但他的中国字写得很好 我们便用笔 广东话 法语混杂着进行交谈 以后便请他到我们住处去交谈 相互熟识了 他便介绍我们五个人参加法国共产党 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的另一名成员 陈公培是与赵世言同龄 虽与陈公博只一字之差 两人其实毫无挂格 他是湖南长沙人 原名善机 又名博章 寿康 曾用名吴明 吴明 在赵世言吕欧书信选中 好几封信写给吴明 一集写给陈公培的 陈公培在1919年去北京留法 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 在1920年6月他金户复法 在上海 他与陈独秀见面 赞同陈独秀关于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7月他前往法国 陈公培在1921年10月回国 1924年北伐时 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 1927年他参加了南昌起义 潮汕失败后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1933年他在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时期 担任了19陆军与红军联络的代表 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同彭德怀取得联系 商谈反蒋抗日 与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11条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 他退到香港 1949年后他来到北京 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受到尊重 担任国务院参事第二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8年3月7日在北京去世 那位与张申辅结合的刘青阳 是旅法共产主义小组中唯一的女成员 刘青阳是回族人 生于天津 她是一位非常活跃的女性 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发起者 担任过天津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 她是觉悟社社员 与周恩来 邓颖超都很熟悉 1920年12月 刘青阳与张申辅同传前往法国 1921年1月 张申辅介绍刘青阳加入小组 刘青阳后来转到德国勤工俭学 回国后 从事爱国妇女团体的组织工作 在大革命失败后 她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 她仍投身于妇女界爱国运动 1944年 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担任中央执行委员兼妇女委员会主任 1949年后 刘青阳担任第一至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政协常委 全国复联副主席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1961年 刘青阳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7年7月19日 她以83岁高龄在北京去世 值得在这里顺便提一笔的 是当年28话声贴出争有启示时 所得到的半个朋友 也来到了法国 毛泽东在1936年跟斯诺谈话时 这么说的 我从这个广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 一个回答来自罗张龙 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 接着又转向了 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 银者注 据罗张龙回忆 一个姓肖 一个姓黄 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 名叫李立三 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 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 其实 李立三头一回跟毛泽东见面 一则因为比毛泽东小六岁 二则刚从县城来到长沙 一时语色所以什么也没有说 李立三是湖南李灵人 原名李龙志 笔名为真 他在1919年11月抵达法国 李立三和赵世言 陈公培 刘伯庄 刘伯坚等 在1921年2月 曾在法国准备成立共产主义同盟 李立三这么回忆 当时我和赵世言商量成立一个劳动学会 我们本想定名为共产主义同盟会 但因为当时的八个人中有的还不完全是拥护马克思主义 所以叫做劳动学会 李立三也曾和蔡和森 赵世言商量 打算在法国筹建共产党 不过 由于他们参加了反对北京政府卖国行径的学生运动 李立三 蔡和森被法国当局押送回国 无法实现预定的计划 1921年10月14日 李立三 蔡和森等104名中国学生被押上一艘游船 驶往中国 其中唯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是陈公培 一到上海 陈公培便带着李立三 蔡和森去见陈独秀 他俩当即经中国共产党中央同意 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此后1927年李立三在中国共产党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8年复苏 受到斯大林三次接见 中国共产党六大后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 1930年由于推行左倾的立三路线 给中国共产党造成莫大的损失 从此他受到批判 后来他出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劳动部部长 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直至在文革中 1967年6月22日 受尽凌辱 吞服了大量安眠药而痛苦的离开人士 1980年 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他招雪平凡